本地新增9501起的冠病确诊率 当中790起是聚合煤炼检测呈阳 其余的8711起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 再有3人因冠病逝世 过去7天每天平均新增7280起本土病例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543个冠病患者住院 50人需要输养 13人在加护病房 每周病例增减率为1.66 新增的确诊率中 9249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252起 目前本地累计病例1988760起